台南市政府持續透過建立秀十八台的方式 來讓事物打到愛秀無論貴的信號 在今天也在任地公佑市場 開放了十八廳的秀十八台 希望未來不然是團勝可以提供自己的愛心事物 要是讓需要的人、民眾、團體可以來出用 竟然沒有讓我們的社會更加溫暖 愛秀十八一年以來都是一個相當好的觀念 因為要更加提供到六十 台南市政府持續在隔壁來建立食食平台 來和食物可以減少浪費的進行 每個主委使用最大化的目標 那這個食食平台的概念 是從我們開始把過去許多市場所販賣的 事實上還很好用只是賣相不是很好看的 所以消費者沒有受到消費者青睞的這些生鮮的東西 魚、蝦、肉、或者是蔬果 這些東西其實我們可以提供給一個社府機關 或者是需要用的市民朋友們 一個可以享用的機會 你今天在認得公佈市場 對店家來講也不會因為這樣就製造了很多不必要的環境問題 而對需要的人包括社府團體來講 他們可以在食食平台上無償的免費拿到這些食材 這些食材其實都還很好用 所以我覺得其實對市場、對於攤商、對於需要的人、對於市府來講都是一舉數得 因此我們這個食食平台的方式還會一而再、再而三、陸陸續續再建置更多的地方 非常感謝很多有愛心的朋友們 他們捐贈這個食食平台的冰箱 有大型的冰櫥、有小型的冰櫃 事實上都很好用 我們感謝各位讓台南市更有愛、更環保 經過市府社會教的統計 到今年七月份為止 台南的食食平台 連這個冰箱實材已經超過了30公噸 先說讓超過15萬人來收費 未來賣市場都會練習 希望可以設計更加多的固點 創作更加好的主演利用 這就是這麼認得苦彩、放不得